本土疫情爆发对于医疗院所营收影响会有多少呢 来看到健保署公布109年227家医疗院所的财报资料 前五大盈余的医院长庚体系就占了三家 第一名领口长庚更是连续五年夺冠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美食街等等非医务结余明显是减少了 至于亏损最多的医院则是加益长庚 一共亏损了10.33亿元 本土疫情狂烧让不少医疗院所量能吃紧 收支也出现变化 根据健保署最新统计 109年全台领取健保费用达2亿元以上的 共有227家院所 其中最赚钱的前五大医院长庚体系就占三家 第一名领口长庚已经连五年夺冠 而除了中国复医之外 其余四家医院整体结余都比前一年减少 进一步分析医院美食街等非医务结余减少 但医务结余大致增加 代表疫情对非医务收入影响较大 那假如我们以领口长庚为例 就是它其中的股票 其实就少了28亿 平均每家的节余或者是短处 都有微幅的增加 健保署指出 近九成医疗院所 109年的收支都有盈余 但健保总额没改变 民众权益也没受到影响 至于整体收支短处的前五大医院 第一是加益长庚 亏了10.33亿元 而土城医院跟辅大医院 都是新成立的医院 不过这份统计资料 往年都是三月份公布 今年因为担心防疫 健保署延到7月才公布 因此医改会表达谴责 更指出某些医学中心 在疫情下结于是创新高 健保补助应该要个别调整 医改会也呼吁 各院所盈余 可用在调整医护薪资等等 来提升病患的照护品质 这动魂的